歡迎收看東京走橋 我是偉恩 今天帶大家來到東京的香南海岸蓮艙 要進行一日遊啦 那因為現在時間已經是中午大概12點半 所以我們第一站要先去吃午餐 從東京到蓮艙的交通方式還蠻多的 那主要通勤的時間的話 大概是在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左右 就看你住的地區 那因為我們中午要吃飯的餐廳啊 那剛好就會在蓮艙的小丁通商店街裡面 所以我們第一站就直接先來小丁通商店街這邊瞎逛一下 小丁通商店街這邊其實就是跟一般的商店街差不多啦 有一些咖啡廳啊餐廳啊甜點等等 然後給大家一個簡單的建議 就是如果你看到這邊任何的店家 反正只要門口有人在排隊 你就可以去排排看 通常啦應該是不會不會太雷才對 好我們今天要吃的餐廳就是這家蓮艙腐飯 可以看到門口這邊已經有蠻多人在排隊了 腐飯來囉 這裡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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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鮭魚卵 海膽 然後還有這個是煮熟的 不拉魚 那我們另外有點了一個版本是 不拉魚是生的 然後這兩個福飯都是2000元 可以加一點海苔 我覺得這家店剛吃的這個腐飯啊還蠻推的 主要是因為它的料都還蠻新鮮的 所以整碗那個腐飯吃起來啊就是海鮮的鮮味都有 然後再加上它三種料我覺得都都還蠻好吃的 不管是那個 烏拉魚然後海膽跟那個鮭魚卵 尤其是海膽的部分我覺得真的是還蠻好吃的 最後再加了那個 Ochatsuki就是那個茶泡飯的湯汁下去之後 然後因為它是腐飯嘛 所以它邊邊有鍋巴 然後再加 哇沙比下去 那個我跟我老婆都 素料料 它唯一有一個小缺點就是我覺得它有點偏貴 它這樣一碗吃下來是2000元 但因為裡面畢竟有三種海鮮嘛 有海膽 然後再加上這邊算是觀光聖地啦 所以可以理解這樣的價格定位 但這家店我覺得個人覺得還蠻推的 我們吃飽飯之後 現在就開始要正式在小丁通商店街這邊逛逛囉 我們吃完那個大佛燒覺得很可苦 現在要來買什麼 抹茶 買一杯抹茶 對 GoGo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藥妝店、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快去看看 滿好喝的 而且不會太甜 讚讚 一杯多少錢 五百五 五百五 小丁通商店街走到底呢 就可以順便去參觀一下 赫崗霸番宮 也是這邊 蓮倉這邊算最有名的 寺廟之一 你有沒有印象來過這裡嗎 你有印象來過這裡嗎 沒有 但我應該來過 那你有沒有發現 你每次旅遊景點都會忘記 有啊 像上次那個 河口湖那個什麼 懶車 哦對 跟上山懶車 哈哈哈哈 整個旺觀光 沒關係啊 這樣每一次都是新的回憶 哈哈哈哈 那你就一直去花蓮宜蘭就好 哈哈 幹你必知啊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來喝一下 蓮倉這邊的特產 蓮倉啤酒 還蠻好喝的 有那種精釀啤酒的味道 就是那個麥的味道 好像還蠻鮮明的 然後有一點點微苦 但不會太苦 我覺得蓮倉 像這個商店街啊 有像台灣的老街嘛 可以說實話啊 沒有沒差 這問題不太好 欸可是 我非常老實說一句喔 好你說 我自己是覺得 這裡比台灣老街好一點 是有一點比較好 是我覺得 它的東西比較多元化一點吧 稍微啦 就是 因為我覺得台灣老街 好像很容易有那種什麼 干媽店啊 然後賣什麼香氛 生肥 喔 嗚 嗚 哇好吃耶 喔 哇 超好吃的 它雖然感覺非常的濃郁 以為會死甜 但後來發現其實 還蠻 帥氣的 嗯 可以一口接著一口吃耶 喔 對啊 哇好好吃 呵呵呵呵 它就是很像 巧克力布朗尼蛋糕 但是 它外層的那個 類似蛋糕的口感啊 更鬆軟 然後 裡面的話是類似 龍鹽蛋糕 嗯 但是它是整個都升級版 就是因為你一般外面買到可能 比如說100多塊的 嗯 嗯 那它的那個高級 不管是濃郁度啊 或口感 你就想像它大概是 嗯 一小格大概兩三百塊的程度 所以就是它 巧克力很香很濃郁很順口 欸它是不是裡面有巧克力豆啊 嗯 一顆一顆的巧克力豆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嗯 還蠻好吃的 它那個 它裡面包的皮炸的脆脆 酥酥的 然後 裡面的咖哩吃起來也蠻香的 哦 而且還有起司 我再吃一口起司好了 嗯 你加上起司還有更香的味道 蠻好吃的 我們離開了小丁通商店街 現在來到 做那個 薑汁店的電鐵 然後坐到七里冰去喝咖啡 好玩喔 好玩喔 我们的脸是怎样? 要亮的 好亮的 冰淇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